一个视频带您了解嘉庆的一生 他上城康乾盛世 下起鸦片战争 有人认为嘉庆既没有政治魄力 也没有改革精神 更没有处理朝政的能力 就两个字平庸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生勤政 凡事亲立亲为 然而这样一位一心为民的皇帝 他却没有延续康乾盛世 这又是为什么呢 1760年 嘉庆帝出生于圆明园天帝一家村 生母为孝于纯华后 魏家世 有的是大家所熟知 电视剧里面的魏英洛 乾隆一生共有17个儿子 永远他排行是第15 他在幼年之时 乾隆并不是特别重视这个孩子 那么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儿子 接二连三都先后夭折了 他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才在剩下的儿子里面 选择出永远立为皇太子 永远六岁开始入学读书 13岁时就能够熟读四书五经 这也使得他成为了一个三官皆正的正人君子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成了乾隆皇帝最受宠爱的皇子 乾隆38年 皇师无子永远被乾隆皇帝秘密立储 这年呢 他刚满13岁 那么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呢 这个儿子几乎找不出来明显的缺点 但又找不到十分突出的地方 由于连丧两个嫡长子 加之多年以来 乾隆帝对皇子们的过度防范 他已经把这些孩子们 豢养得毫无性格 1796年 在位60年之久的乾隆 将皇位善位于三二七岁的永远 改元嘉庆 做了三年多太上皇的乾隆 他于1799年驾崩享年89岁 嘉庆终于不用再做傀儡皇帝了 正式亲政 嘉庆在乾隆驾崩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杀掉了乾隆的宠臣和珅 以及还有和珅死党福长安等人 他当年呢 从和珅家里面搜出了八亿两白银 他相当于清朝15年的财政总收入 那么留下了和珅跌倒 家境吃饱的经典故事 此外嘉庆帝呢 在政治上整顿励志 改革官方 平定叛乱 经济上免钱粮 结束了文字语 嘉庆还对大臣进贡的风气进行了整治 严禁各省向朝廷 承进不必要的贡品 以减少贪污和浪费 那么这一措施呢 有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 体现了他勤政和反腐的决心 嘉庆皇帝在位之时 他不是昏君 是一位墨守成规的帝王 很少随机应变 但也算勤政爱民 维持着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 可是偏偏呢 他预险最多 嘉庆皇帝在位25年 预险达到两次 1803年 嘉庆皇帝从圆明园回皇宫的时候呀 遭刺客袭击 刺客陈德被当场勤货 这皇帝做的可真够窝火的 此后嘉庆皇帝惩罚了失职的官员 加强了紫禁城的门禁管理制度 在军事方面 他镇压了白连教起义 东南的匪乱 还有天理教起义 在历史九年多 平定了除闪白连教起义的战争中 大量的精锐清军被歼灭 副将以下武将被击毙400余名 一二品大员20余名 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 使清王朝元气大伤 从此清朝的统治逐线走向了衰落 1808年 英国对澳门侵袭 英国商船携兵驶入 广东香山激净扬面 三百名英军公然登岸 占据了澳门384龙松庙 并控制了东西炮台 嘉庆皇帝在得知以后 封锁了英军水路 断期粮食供应 才迫使英军撤离 1810年 英国源源不断对中国走私鸦片 嘉庆帝多次重申鸦片禁令 起到了作用 第二年嘉庆又下令禁止西洋人在内地居住 并严禁老百姓为洋人服役 1816年 嘉庆帝又拒绝英国提出建立外交关系 以及开辟通商口岸的要求 从此内忧外患的清王朝逐渐走向了衰败 1820年 再为25年的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暴毙 终年61岁 最终长眠于河北宝定清溪陵的昌陵之内 那么这座地宫里边 共安葬有嘉庆皇帝和他最爱的小叔日皇后 生前永远夫妇 感情十分和美 喜他拉氏获得了皇家上上下下的认可 从此喜他拉氏获得了皇后的册文 及他身后所获得的嗜好来看 他是一个十分娴熟的人 所以说呢 他是嘉庆皇帝众多的后妃当中 最深得嘉庆皇帝宠爱的那个人